我們國家兩筆預算 一筆預算是軍工叫的 沒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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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筆是只要是拿來買票 錢好多 幾百億幾兆都拿來 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是說 這個人因為書帕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政權拿回來 選舉已經要開始了 所以是撒錢的時候了 大家醒著點 乖乖聽話 蔡總統命令了 馬上一句話 年前你發現金 年前這個稅應該是就例年前 趕著發 四百億 我們超收 超徵收我們的稅 你不該徵這麼多的 你多徵了 然後你要拿來幫助三百萬人 薪水三萬塊 月薪三萬塊以下 一個人可以拿一萬塊錢 好棒棒 有什麼樣的公聽會嗎 有什麼樣的法律嗎 有什麼樣的一個天災 有什麼樣巨大 有地震 有什麼 沒有 因為臺灣現在最大的災難 就是蔡英文總統執政了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災難 所以要救助災難 一個人領一萬塊 那表面上說是要救經濟嘛 然後要回饋 要幫助經濟弱勢跟低薪的人 要讓人民有感 這個才不是風風火火的造成多少人的痛苦 去砍掉軍公教的退休金 傷害這麼多人 一年也不過是號稱可以省兩百億 你看 來了 八千八百億 八千八百億 這個還要一年 一年大概就會花掉一千多億 還有很多錢要花 現場 其實我看蔡英文 一切都是選舉考量嘛 做什麼方式可以拿到選票 可以騙到選票 他就做嘛 最近講那個不承認 這個九二共識也是一樣 那我覺得發這個錢四百億 各位講 四百億是一個天文數字 但是對蔡英文來講沒什麼 因為八千八百億 都沒什麼了不起 所以這個四百億算什麼 做什麼最好 發現金給人家最好 年輕人選票要不要 要 發現金給年輕人 那所有的這個稍微 家境稍微差一點 也是過年前給一萬塊多好 好暖心 但是用什麼法律 你知道嗎 什麼法 用特別法 特別預算 對 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在我們做過立法委員都知道 特別預算是國家遇到重大的事故 重大的變故 重大的天災 才可以用特別法 特別的預算 現在有嗎 蔡英文當中 沒有吧 蔡英文就是最大災難 九合一選舉就是最大的災難 我想那是民進黨 由民進黨自己出這個錢就好了 一切的制度應該回到 真正國家的預算 國家真的照顧弱勢的法令 照顧年輕人的法令 由這個法令政策定好之後 然後我再編這個預算來做 才是實際的正道 我在自己在做現場的時候 我們發覺到幾個事實 第一個事實 臺灣的經濟狀況 其實那個時候開始 慢慢比較不好 所以會有擔心失業潮會變高 擔心許多人沒有錢 所以我們就從我們自己的內部 去了解到在臺北線有多少人 是屬於中低收入戶 那屬於中低收入戶 自己政府有資料 然後我們就編了一筆預算 送到議會做什麼 中低收入戶的健保 政府幫他繳 那這個才是正道 就是說我真的找到需要的人去幫忙 而且這個四百億所謂的超收 超收是什麼 我預估今年這個18年的稅入 是多少一個數字 對 但是超過這個數字的時候 就叫超收 但這個數字是你虛擬的 你自己去訂的 對 那我們欠債還有五兆多 對 那我們做政府的應該會想說 我今天如果有這些稅收進來 我不能講說超收 而是就是稅入 整體的人叫稅入 稅入要把有一部分長期的債務 或者短期的債務 我們要還一部分 然後讓我們的債務去減少 這是政府正常的運作 所以我們不會刻意講說 我這個叫超收 而且這就是稅入 整體的稅入 讓國家看我要怎麼樣去運作 怎麼樣去編列預算才對 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蔡英文就是為了選票 這個坦白講 有一些民進黨朋友在講 買票啊 這個就要買票 那麼那時候那麼辛苦說 送一個所謂宣傳品的話 超過三十塊 就要移送法辦 三十塊是三一個零 四百一是四後面十個零 五兆是後面五十二個零 請問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國家到底是有錢還是沒有錢 對你知道我講很多 很多故事來不及 當初停發年終慰問金 我有時候捷運就被拉在旁邊講說 我我這年中當初這個馬英九停發的 說我這年中慰問金要幫我老婆做標靶藥物 那現在停發這個所謂的軍公教 這個這個所謂的年金 對兩百億 你知道對他們來講 那是那是不可承受之痛 很多人的外勞要讓小朋友來負擔了 很多人的吃喝拉撒稅 要讓小朋友來負擔了 這比這比當初更糟 結果你那時候說沒錢 現在錢全跑出來了 我跟你講我認為周縣長 我們國家有兩筆預算 一筆預算是軍公教的 沒錢了沒錢了沒錢了 一筆是只要是拿來買票 拿來就錢好多 這種幾百億幾兆都拿來 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是說 這個這個人因為輸帕爾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政權拿回來